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算那个每10万人口登革热发生率 每10万人口登革热发生率怎么算 用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该地区的登革热每10万人口发生率 是不是用新增量子 我跟你讲你现在所受的训练这边是不够的 你到时候会因为你算的东西会弄错 你不能说没关系我两个都算 到时候再猜猜看看哪个能够画出来做出来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 这边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要去学的 只是基础我觉得 请问一下 你们应该会有一个动机会想说 我回家 我例如说明天 明天星期三 明天 你说我也想说 我回去试试看 拿我的资料来算上看 应该会有这种冲动 所以我觉得不交两张资料表 铺而在一起所发生的事情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是不够 如果我只交完昨天的那件事 我也可以说 好我们就很快乐的来去做 就做到这边 然后大家来看看 就回家了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这这些两张资料表铺而在一起出现的比例 应该是非常高的 你不要再只算同一张资料表了 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用新增量值来去算 每10万人口该地区会发生登革热的发生率 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这个叫做发生率好了 登革热 每10万人发生率 然后这个地区的发生率 那我们就用什么 发生次数 好一撇 空格往前三 所以这边是不是只有一个发生次数 然后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开把键 为什么只有一个 因为你用新增量值直接取用 能够直接取用的只有一个 就是刚刚的发生次数 为什么来除呢 我们是不是要用平均值 这个刚刚是不是用人口数的平均值 所以这边我们就要用AVER 有看到AVERAGE 用什么 用人口数 TAP键 右刮弧 然后乘10万 会不会乘10万 乘 乘在8的位置 10万 Enter 然后去把登革热 登革热每10万 人发生率 发生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登革热每10万人发生率 4.66 本来我们去看 这个登革热的发生次数 宜兰县宜兰县是不是10个 10个 然后 那个宜兰县 状为乡 是不是4个 你看起来会觉得 宜兰县应该会比较 宜兰县应该会比较高 对不对 你看量的话是这样 可是你去看率 你去看率 它被人口数来照证之后 这个宜兰县宜兰县 每10万人会发生 10起 10起 登革热的病例 可是状为乡 它会发生的是16起 看得出来吗 这两个数字就整个颠倒翻盘 请问 看发生率会比较好 还是看发生次数比较好 发生率 你不能拿那个 例如说大的县次的量 来去比小的县次 所以通常6度 是不是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6度 我们来去做6度的比较 这样会比较公正 你把台北市跟花莲县来比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比 而且你看的是量 那根本就不值得一看了 你不值得一看了 我看了 你不值得一看了